2011年3月11号 日本时间下午2点46分 一场瑞士规模9点1强震 成了日本人从此挥之不去的梦魇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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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的人是吗 什么 刚才的人是吗 地震引发10公尺高海啸 夹杂泥土海水 像巨大猛兽 一路淹没船只汽车田地和民宅 工程严守福岛三线 距离镇阳最近惨遭海啸毁灭性打击 工程县南三陆丁城镇全灭 三分之一气仙找事被海水吞没 前台湾沿岸4到6公里内陆地区 陷入一片火海 景象宛如人间炼狱 而且大灾难还没结束 福岛第一核电厂爆发四级核灾 如新融毁大量辐射物质外泄 居民被迫迁离家园 福岛一夕沦为鬼城 十年过去了 磕下了伤痕和挥之不去的哀愁 如同这个时钟 冻结在地震当时的下午2点46分 海啸生还者利用风支电话亭 倾诉对罹难妻子的思念 话还没开口 泪已经先流下 三一东北大地震近1.9万人 罹难或失踪 其中六成发生在工程县 另外有3739人 避难中身体恶化过世 130万栋民宅被摧毁 被认定是日本二战后 伤亡最惨重天灾 日本首相菅义伟上周日 视察福岛灾区 聆听福岛合一场 合废水作业解说 也道浪江丁 罹难者为临杯献花 周围日本内阁通过 修正正灾复兴基本方针 指示三一复兴厅在延长十年 订定未来五年复兴期 将杂约台币4214亿元 菅义伟表示日本会请全力复兴 福岛地核电厂核废水问题 依旧悬而未减 福岛地核电厂核废水问题 福岛地核电厂核废水问题 依旧悬而未减 十年来 东电持续进行废核作业 不管是减少核污水 以及取出残存核燃料 都有实质进展 但难题在于 到今年二月累积的一百二十四万 公顿核废水往哪到 荣荣和燃料团快 因疫情延误至少得再花 二十到三十年 樱花即将绽放的三月贴 福岛人的返乡路 依旧遥遥遥无情 TVBS新闻 日本时间下午两点四十六分 银座这个路口的失踪前 不少民众在这里 默哀一分钟 几乎在同一时间 日本天皇德仁和皇后雅子 则出席在东京国立剧场的 311追悼仪式 追思罹难者 这是德仁天皇首度出席官方 举办的311追悼会 首相菅一伟在致辞中提醒国人 不应该忘记这场灾难 带来的教训 本当にこの10年間早かったなっていう気持ちと 10年もこのおばあちゃんが亡くなってから 10年も会えてないってことが 本当に信じられなくて 震災関連の映像とか見たり 3.11っていう言葉を聞くと 規模9的强震引发的巨大海啸 街道 汽車 一个个被高超过3公尺的海啸给吞没 岩首線的大船渡市 海啸造成的巨大高低落差 吓壞了当地人 2.3层樓高的平房 抵挡不住海啸威力 很多被整洞冲走 一间间在海水中载浮载沉 直升机拍到海水不断往内入侵 还有许多地区因强震起火 汽水状態 使用不可です 確認できます 了解です ここも危险ですけど 逃避がありません 電線杆倾斜了快45度 有的快貼近地面 挖土機在残骸中作清理 不过更惊人的是一艘船被海啸遺蔚 停在建築物的屋頂上 海に行くみたいな感じですかね あの海の中に妻がいるんだと思うとね やっぱり まあ捜索もそうですけど 普段の練習の時でも なんかちょっと 会いに行くような感じ 近くにいるのかなという感じで 高松的太太玉子 在地震发生当下在銀行上班 正後高松一直無法連絡上他 直到下午3点多收到簡訊 上面写 你没事吧 我想回家 而这是妻子留给他的 最後一句話 まあそれでやっぱり 今でも帰りたいだろうな 連带帰りたいな 311強震引發全日本對核電的反思 NHK所做的最新核電民調指出 近3%的受訪者支持增加核電 29%支持維持現状 50%支持核能減量 17%完全支持廢核 另外對福島海產有疑慮者有64% 有同感的福島當地受訪者也高達61% 地震造成的財務損失 災害難以估計 自然景觀也受到嚴重破壞 不過卻有一棵松樹挺過了強震與海啸 陸前凹田市的金城地區 以99%的面積都遭到非常驚醒 我在強烈海啸汽車之下新存的一棵松樹 那是如今享譽國際的千磁一本松 松樹的樹根最後被海水抛到腐爛而枯死 但它屹立不搖的奇蹟支撐災民 奇蹟一本松被移到紀念園區 要繼續帶給日本民眾奇蹟與希望 TVBS新聞綜合報導 10年前的311強震導致福島核電廠爆炸 當時42137外洩量是廣島原爆的168倍 過去10年日本積極投入除屋作業 不過最新調查報告指出 福島核一廠排出的毅然侵器流進廠內 如果不慎被點燃恐怕還是會引發連環大爆炸 日本二戰後傷亡最慘重天災 311大地震當時引發海嘯 導致福島第一核電廠爆發四級核災 冷卻系統失靈三座反應爐 爐心熔悔 大量放射性物質外洩 成為車諾比扣全球最慘核災 核災後為了掌握福島核一廠受損狀況 現在TEPCO已經在地震撼壞壁壁 它出現了圖片顯示的操作 社會說 導致的操作核災機器 在操作核災機器 顯示的環大和其他操作 昨天天天還是太不激 讓人工人進入 單一當時福島線內輻射值超標 日本政府以廣島原爆為低準 推估福島核災放射性色137輻射量 是廣島原爆的168倍 福島人家園一席全毀 只是十年後福島核電廠除 作業仍在長期抗戰中 當初估計1.2億代一代 中一噸的錶層核無土 目前75%已存放在戰純設施中 當局承諾會外送污土 但居民憂心送不出去 會永留福島 另外東電核燃料棒取出也有進展 目前12號反映如上千根核燃料棒核電廠大量核污水 以及900噸燃料殘渣仍有待熟理 要往哪丟也是一大難起 十年過去了 目前福島縣內仍有七個市町村 一共337平方公里土地不能住 其中包括全區避難警戒的雙葉町 以及大雄町六城地區 最新官方調查報告指出 福島合一場二號機組和三號機組 核反映堆安全頂蓋上發現大量放射性物質 另外一號機組和三號機組排出毅然的氫氣 經由管線倒流進場內 萬一不順被點燃 恐怕將引發連環大爆炸 國際社會除了呼籲無核話 專家也提醒各國記取三一一教訓 準備好面對各種災難 目前全球32國包括台灣在內 有440座核能反應爐 占了全球10%電力 如何與核能和平共存 至少是現在全人類都必須正式的課題 只是福島合一場廢爐作業還沒宣告終結的一天 福島人就依舊看不到返向路 TVBS新聞 上澳報道 事實上環保團體綠色和平 過去十年也多次派員到福島核災的災區 也提出警告世界上沒有安全的核電 希望大家不要忘記教訓 詳細內容在我之前記者谭一輪 今天是2021年的3月11號 其實三一一這名詞大家聽得都不陌生 因為三一一是日本的大地震 而就在十年前 那當然這次事情是在福島這邊 就在日本東北發生了九級地震 甚至還引發海嘯 福島這邊的第一核電廠 還有輻射外洩的情形 當然十年過去了 我們當然還是要再回到這個福島的位置來 看一下他們當時的狀況如何 其實綠色和平的專家雷宇廷 在過去十年內曾經五度到訪災區 他說當地真的是人員非常少 而且草都長得非常高 所以他說沒有人的感覺極不真實 如同是魔幻電影的場景 但因為輻射是一種看不到聞不到的危險 所以到這些災區都必須要全部武裝 穿上防護衣而且要戴上口罩 那他也說福島縣內不少地方的輻射 還是高出事故發生前的好幾倍 也因此這些地區都被列為是 這個歸還困難的區域 那當然這件事情也導致大家正在思考 發電到底需不需要用到核電廠呢 台灣這邊當然也有論戰 不過這個雷宇廷曾經到過福島這邊 他的論點則是認為 世上沒有安全的核電 記取教訓千萬別自絕墳墓 還記得今年的農曆初二 日本東北的這一幕嗎 很多日本東北人 回想起十年前的那一天 十年過去了東日本大地震 卻在2020年發生超過200起 規模在四以上的余震 這可是地震發生前的1.5倍 余震陰影始終虧之不去 只是今年的余震 儘管震度打到六強 造成部分建築受損 但神奇的是無人死亡 日本交流協會代表說 這是因為日本人懂得學習 事實上在過去十年 日本對建築物的抗震意識 有了根本性的轉變 取代傳統的防震觀念 現代日本人更重視以柔克綱的 隔震技術 透過隔震設施 來減弱搖晃對建築物的破壞 更能針對需要補強的地方 對症下藥進行局部的抗震設計 日本人從東日本大地震中 學到的另一項教訓 當然還有對海嘯的預警 緊急地震速報です 強い揺れに警戒してください 津波です 除了各地方政府 制作海嘯警戒的影片 日本人更著手打造海嘯預警系統 那其實他們想把 就是海上發生地震 預警時間縮短10秒 海嘯的時間能夠再提高 就是20分鐘左右的預警時間 作為全球數一數二的地震大國 日本人從傷痛中學習到的 是如何降低天災帶來的破壞 TV新聞綜合報導 好 視主播大家現在看到的 就是由日本東京電力公司所公布 福島核一廠一號機的內部 核子反應爐的最新畫面 這段影片是透過水中攝影機來進行拍攝 因為福島核災發生的時候是大量灌水 來避免輻射進一步的外洩 透過畫面中就可以看到 反應爐的底部由鋼筋水泥打造的基座 已經發生內壁破裂 而且鋼筋裸露在外的狀況 這座反應爐的基座重達440公噸 不過還是無法承受當時反應爐內 發生氫氣爆炸帶來的破壞力 影片中還能看到有大量融化的 核燃料碎片的沉積物 現在日本媒體也質疑 如果福島周邊再度發生強震的話 反應爐會不會進一步發生 坍塌酿成重大災難 其實除了反應爐之外 日本東京電力公司也預計 從6月開始 將目前暫時存在廠區內的 核廢水通過延伸的海底管線 排放到太平洋內 日本媒體就報導說 相關的管線設置工作 已經有6成通過檢測 只是日本質疑要釋放核廢水到太平洋 也引發周邊的鄰近國家 包括中國大陸跟南韓的不買 而根據日本最新的民調 也有超過5成的民眾 無法同意政府排放核廢水的決定 以上是最近情形 時間進入交換篷內 周日才前往福島核電廠市 查得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如今拍板福島核廢水排放工作 最快在8月24號本週四啟動 岸田是在與東電和漁業從業者 會談後做出這個決定 儘管7月時日本已獲得 國際原子能總署認證完成安全評估 但還是有人不放心 福島水產加工業者 悠心忠忠 擔心產品受到影響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更在第一時間痛罵日本政府自私又不負責 由於核廢水的問題 日前舉行的美日韓峰會上並沒有得到討論 南韓最大在野黨主席李在民因此痛批 影響月表現失敗至於南韓內部則著手把關鹽田的安全 커지는 방사능 우려에 정부는 지난 4월부터 國內 대표염전 150 곳을 대상으로 천일염 출하전 검사를 진행하고 있습니다 先前南韓社會擔心核廢水恐怕 污染海鹽還爆發搶購潮 政府則希望透過擴大檢查讓民眾放心 月新聞綜合報導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加入老湯瓦雷西 我是老湯 這是日本民眾反對政府要把福島核廢水排入海中的看法 他們口中的放射性物質指的就是川 也是福島核廢水中無法以現有技術去除的放射性元素 根據日本國內的一項民調顯示 有超過半數的日本民眾反對將核廢水排放入海 就是因為高劑量的川具有致癌性 而且持反對意見的日本民眾認為 經營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東京電力公司 在公布進化核廢水的資料中 涉嫌對日本大眾隱瞞部分真相 因為除了川之外 還有其他元素也會被排入海中 不只日本國內反對就連周邊國家也發出抗議聲浪 超過3000名南韓群眾對於日本有意執行人類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排放核廢水的舉動 更是表達出強烈不滿 抗議民眾認為日本政府的做法根本是網路環境安全和海洋生態 只想把燙手山芋丟給全世界 甚至拉著所有生物一起陪葬 簡直是居心剖測匪夷所思 來自全羅南道的漁民李太植就提出質疑 如果核廢水像是日本政府對外宣稱的那樣 輻射劑量低於日常飲用水的話 為什麼不乾脆拿來灌溉農田或是作為工業用水 反而堅持要排放到海中 顯見連官方都不敢保證 經過處理之後的核廢水是安全的 部分抗議民眾則說 日本政府就是想貪圖方便 只要把核廢水排進海裡 不但能解決存儲問題 還可以節省一大筆經費 又不用對周邊國家和地區負責 是一舉多得的政治精算 只不過南韓民眾絕不會讓日本的如意算盤得到實現 尤其被聯合國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 韓國濟州島海女文化團體 更是痛批日本政府 已經侵害到他們賴以為生的工作機會 並且為他們在海中作業時帶來健康上的危害 從事海女工作多年的李友正就說 自然界的規律循環 將會讓所有人都逃不過排放核廢水 造成海洋污染的後果 排放福島核廢水的影響層面還不止於此 除了以海為生的捕撈業 海產養殖業都受到衝擊外 就連料理中必不可少的鹽業也是較苦連天 韓國海洋及漁業不統計 過去兩個月以來 市面上的海鹽價格已經上漲了27% 受到恐慌心理的影響 市場上也出現囤積海鹽的現象 迫使南韓政府一方面採取打擊措施 另一方面也嘗試以各種手段維持供應穩定 但是這些方法都只能治標 若想從根本上解決 就是讓日本停止核廢水排放計劃 才是釜底抽薪的唯一選項 除了南韓之外 包括中國大陸和港澳兩地 也透過官方及民間的力量 試圖向日本政府傳遞反對的立場 而核污染水這明顯是發生核事故之後 尤其是我們此前關注到的一些現象 雨水滲透到已經溶解的堆心之後 是具有高放射性的 所以基本等同於核廢物 而按照美國等相關國家 處理核廢物的規定 核廢物不能排放 只能夠進行長期儲存 而很明顯現在面對質疑 日本的選擇是進行洗白 而並非正面的回應 仍然在錯誤的道路上 在繼續試圖前進 這連菲律賓都表達出不信任的態度 更別說遠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秘魯 同樣對日本政府的決定感到難以理解 甚至希望透過國際組織向日本表達擔憂 福島核廢水排入海洋 已經是國際間高度關注的議題 反觀台灣 這件事不曉得是被刻意淡化了 亦或是台灣百姓根本對此默不關心 而且不見諸如掌管農林漁木 環境生態安全監督輻射防護 以及外交事務等相關部門 有向日本政府表達出台灣的立場 或是提出因應對策 甚至也沒看到政府高層有任何舉措 難道官方這麼有把握 福島核廢水不會流向台灣 然而專家和學者的研究卻不是這樣 根據估算 短則一年被排放出來的川水 就會抵達台灣周邊海域 在以法國國家研究院 常駐日本的福島災後計劃 主持人賽希爾博士的研究認為 一旦核廢水被排出 依舊會造成額外的污染 因為放射性核素 會隨著海洋洋流傳播 長期被浮游生物或植物所吸收 尤其這些物種 又是海洋生態鏈中 主要被攝取的食物來源 也就是說 當浮游生物或植物 攝取到放射性核素之後 會先被小型魚蝦吞食 並且累積在捕食者身上 接著小魚小蝦 在被大型魚類捕食後 攝入量就會越來越多 最終經過人類的捕撈 變成餐桌上的食物來源 一旦這些帶有放射性核素的海產品 被人類吃下肚 就有可能增加罹患癌症 及其他疾病的風險 這在學術上稱為生物的 累積和放大作用 當然也有人會說 不吃海產食品 不就可以避免這些風險了嗎 但是這又是一個誤區的理解 一來這類海洋生物 有些是加禽加醋的飼料原料 更換非海洋動物性蛋白質的食材 不代表不會吃到放射性核素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當人類放棄 食用海洋蛋白質來源之後 我們的養殖業者和捕撈業者 又該何去何從 一旦他們的謀生技能被迫中斷後 影響所及將不只是經濟層面 甚至有可能成為棘手的社會問題 屆時要付出的代價 就會是難以想像的高昂 所以要請問政府 是否對此做好了準備 是否也推演過各種因應方案 而且也要問問台灣民眾 為什麼對這件影響深遠的大事 會這麼無感 尤其是台灣人 為什麼你們都不坑氣 好啦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 在發生事情事故之後 現在已經超過十年了 而日本當局也說了 他們預計會在春夏的時候 要把核廢水給排入海中 好多人開始擔憂了 如果這個核廢水來到自家門口 OK嗎 會不會造成我們的一些 不管是身體上的危害 還是在捕撈上面 漁獲上面的一個擔憂 或是潛在的風險呢 現在大家都打了一個問號 都非常的一個憂心 那麼首先要帶你來看到 為什麼這個核廢水 它非排入海中不可 首先來看到的是 福島它在第一核電廠事故之後 為了要讓這個核燃料維持穩定 所以他們必須要每天 持續注入冷卻的這個 把水注入冷卻的反應爐 那每天呢是140公噸 雖然說他們有強調會淨化 並且呢把它的這一個影響 傷害上的最低 但是其實它只要進到這個 反應爐裡面 它就會形成一個高濃度的 放射性的污染水 就算它進行淨化好了 有一個東西太難淨化了 就叫做川 這個川為什麼那麼難淨化 對我們有影響嗎 對因為剛剛講到 雖然它可以淨化 但是這就是青的同位素川 它就是不能跟水來進行分離 而且無法被淨化排出 所以目前這個寒川的河 河沸水呢大約有132萬噸 是存放在福島的福電廠的 大概將近1000多座的一個儲存槽裡面 所以現在也滿了一定也得排了 對他們現在一定得排 而且他們當然是說現在的河沸水排出來 是符合到就是國際排放的一個標準 但是其實這個符合標準 也不等於就是零風險 對就是有一些專家學者也擔憂了 因為其實調查發現當中呢 沸水裡面除了川以外 還有像是C90還有碳石是色137.129等等 這些都有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人體健康狀況 像是這個色酒石它其實就是高風險的放射性物質 它可能會存在我們的人體的骨骼當中 另外呢碳石四呢它也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 就是細胞還有DNA的一個影響狀況 如果長期下來到底會有什麼樣的 對人體有什麼樣的影響 其實這個都還是一個未知數 所以現在大家都很擔憂 尤其像是台灣可能會受到影響 就是我們的漁業我們的捕撈漁業可能會蒙上輻射的陰影 因為其實剛剛講到就是它這樣排下去之後 其實會跟著這個整個洋流的影響 可能一路會影響到北美南美 影響的範圍非常廣 對會回到台灣來 所以我們台灣的接下來我們的漁獲 就是尤其又是在這一區是我們的主要的漁場 所以可能會對到底我們吃下去有沒有什麼影響 這些都還要持續的觀察 好所以現在很多漁民他其實也擔心說 這個核廢水排放之後 如果進到海洋裡面影響到了我們的漁獲 其實它的整個生態鏈受到衝擊之後 最後影響到的當然是我們人體 因為大家會吃魚 而且台灣人也很愛吃魚 因此這件事情到底它是不是會造成影響呢 還是不會呢現在還撞說紛紛 也還沒有一個非常篤定的一個研究報告出爐 但是大家多少還是會有點憂心 另外還要來看到至於在當地的一個狀況又是怎樣 日本的記者他們呢是來到了這個當地來調查災民的醫院跟居住者的一個認同 是什麼內容呢 主要就是因為在311大地震之後 福島這個地方現在他們要返鄉很困難 因為現場除了就是已經被震毀之外 還有包含在核電廠也是一個非常大的隱憂 所以說15萬多人被迫撤離家鄉 那麼呢在去年當局的時候 有解除重建地區的一個疏散令了 可是目前呢只有多少四戶的居民回到了福島 大家都沒有回去 將近五成的災民他們返鄉的意願很低 有兩成七的人是放棄了 有兩成一的人是不想回去了 為什麼他們要放棄或不想回去 難道是故鄉這個地方還有疑慮嗎 還是他們覺得已經到了新的環境生活也安穩下來了呢 對因為他們不想回去的原因呢 其實就決定這樣是定居的一個疏散地 或者是說他們核電廠的服務 對於這個核電廠輻射的疑慮還是存在的 但因為剛剛這個調查當中呢 其實也有77%的人 他是覺得說跟加上的連結 開始變淡了這樣的狀況 另外可是還有一個調查 他其實是顯現出了有78%的人呢 是叛与過去的生活圈保持聯繫 而且雖然已經在外地 也扎根還是非常思念故鄉 因為還是有一些人像是 他們都覺得如果能夠 在他有生之年可以回到這邊 或是讓在當地也變得繁榮起來的話 他們是希望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景象 但是對他們來說 他們其實都知道 目前還是很困難的 還是很困難的 因為現在的確有一些人可能 在當時已經就搬遷到了其他地區 但現在他們已經不願意回到這裡來了 而且加上這真的就是核電廠的一個狀況 還是存在 尤其因為現在還要再排入這個 核廢水的這個議題 又讓這個當地居民的 他們到底要不要回到家鄉這件事 又被重新來討論 是確實 可是可以看得出來 大家的返鄉意願是非常低的 所以說儘管過了十多年了 這個地方現在還是 咬無人焉 還是沒有辦法回到 像以前樣子有生氣蓬勃的一個模樣出現 那麼也要帶您繼續來看 剛剛我們延續這個福島核廢水排入海中的一件事情 它對台灣呢 我們剛剛除了提到漁獲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是我們會影響到 譬如說難道一放了就馬上會影響到我們嗎 這個時間點大概會是在什麼時候呢 我們來看到的是 原能會的主委張敬文 他說當這個寒川的核廢水入海 那麼再進入到這個海窩流的因素 還有可能會向南漂流等等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海流 它其實是還蠻複雜 而且是一個很大的生態系統 它預計大概會是在一年到1.5年之後 可能會進入到台灣的海域 可是要特別注意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核廢水恐怕要排30 甚至到40年才有可能會排完 也就是說從1到1.5年之後影響我們台灣 可是它影響的時間一口氣就是30年40年 那真的很難保說會不會在這段時間 在海中的漁獲他們的生態鏈就會受到影響了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也引發了立委非常大的一個憂心 他們認為說不可以只是被動的來接收一些資訊 所以說現在圓能會呢他們也有成立一個生物川的檢測實驗室 據說是已經具備日本的同樣檢測能力了 那麼更多詳細的一個內容呢 再繼續交給力軍 好這個檢測實驗室呢 它就會針對像是海域的生態樣本來進行一些調查 還有像遠洋經濟的魚種 來蒐集生物川背景的基線數據 來完成川電解的濃縮技術 其實這個就是可能包含跟日本來做一個合作交流 而且目前這個排放計劃管制作為呢 還要加強環境海域的監測 以及因為剛剛有立委憂心說 我們都是被動在接收各國的資訊 所以我們是希望可以主動增加 像是國際原能署 或者是多方來源管道的一個資訊 希望能夠更加透明來針對像是 之後穿入啊排入海當中的話 到底對我們的生物樣態 或者是我們的魚種魚群會有哪些影響 這些都要密切的關注 是確實沒有錯 因為呢這畢竟影響到的可能不只是我們這一代 還有下一代 以及未來的一個整個漁獲生態 可是剛剛提到這個日本河廢水 它要排入海中 當然是大家很擔憂的一件事情 可是現階段我們還有一個更大的隱憂 就是好多的民眾 以及好多的一個漁民都發現 他們捕捞到來的魚 現在是越來越小了 怎麼回事 來看我們的專題報導 推薦什麼其他的魚嗎 比較適合料理清蒸之類的 清蒸之類的 因為個人會覺得說 鹵魚都沒有刺 是可以考慮 然後肉質蠻細的 再來可能就是十般類的 哪一種魚要用什麼樣的烹調方式 於是老闆很內行 我們家都是蒸薑絲跟醬油 前面非常好吃 那怎麼辦 這比計140 賣魚這麼多年老闆也發現 有些魚越撈越小 第一線消費者更有感 因為相同價格買到的卻是縮小版 如果正常的野生的魚都翻了兩三倍以上 尤其是那種野生大家最喜歡吃的肉魚 現在幾乎都抓不太到了 如果抓到的話也是大概很小很小 如果要正常那種大小的規格的話 應該一斤都要四五百塊以上才買得到 而且還不一定抓得到 到底是誰把魚變小了 魚變小原因就是之前的過度捕撈 爛捕也有可能是個原因 在意氣候 短期內看來對魚市並沒有太大影響 但是放遠來看攤商並不樂觀 不過不支持就是說大家去選購那種太小隻的 因為小隻都抓關了以後我就沒有大隻可以賣了 那其實那是一定的 來到市場台上告訴我們 最近這幾年賣的魚有越來越小的跡象 調查發現台灣常見的魚種正在嚴重縮水 這背後代表的是魚隻還來不及長大就遭到濫捕 綠色和平組織調查發現 六種台灣魚港常見的魚類體長 有高達七成沒達到成熟的體長 其中白富青、黑猴、竹甲魚有超過97% 還沒有到成熟體長就被捕撈販賣 長期而言恐怕造成魚越來越少 白富青、黑猴、竹甲魚、馬頭魚 然後盤仔就是這個叫紅竹齿雕 還有白鯧這一類的 大部分是未達到這樣的一個標準 可以預見未來這些魚 它不僅它的那個體長會越來越小 它的這個族群也會越來越小 研究團隊走訪基隆、宜蘭、高雄、屏東等魚業大城 魚市場 以屏東東港的白富青為例 成熟體長應該要有32.3公分 實際上體長落在24.35到28.11公分 黑猴的成熟體長是31公分 宜蘭大西採樣的幾乎都是這個數字的一半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過度捕撈警訊 這些魚群我們把它們抓起來 然後就吃掉 然後它來不及有下一代 而且它的價格 小魚跟大魚價差是很大的 所以這對漁民的經濟來講 也是一個很大的損害 所以總量下降了 體長下降 種類也變少了 魚體變小的原因 包括網目過隙的脫網造成嚴重混和 大體型的個體被捕撈光 小體型的魚尚未成熟 以及魚汛季節未到 過去我們事實上也沒有真的給消費者 或者是我們也沒有真的告訴大家說 多大的魚你來吃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甚至沒有意識到說 魚過小會對未來造成怎麼樣的衝擊 像我們這一次調查的這些結果 其實過多或少可以拿來給大家做這樣的一個參考 台灣人愛吃魚 衛福不統計 國人每年平均一年吃掉28.35公斤的魚類 魚還沒繁衍後代就被捕撈 未來可能面臨沒有魚吃的窘境 水色和平組織倡議 通過海洋保育法成立保護區 以利永續發展 我們這些漁業資源保育區 它有沒有真正保護到我們的漁業資源 我們想要保護的標的 我們大多數的漁業資源 是可能連告示牌都沒有 完全沒有巡守隊 然後也沒有任何長期的調查報告 所以我們缺乏資料 缺乏科學研究 我們也沒有相對應的好的漁業管理措施 我們也沒有所謂的海洋保育區的完整的 執法管理甚至是策略跟計畫的推動 這些都沒有 所以海洋保育法 其實我們綠色和平一直持續在倡議的 海洋保育法的這個草案 其實它主要目的就是要做到這三件事情 加強海洋科學監測 減少少於被濫捕的機率 海洋資源要能持續發展才會年年有餘 TVBS新聞陳友翔往後 與台北新北採訪報導 好真的是有可能會危及到我們的吃魚文化 尤其是台灣又是海島國家嘛 所以剛剛在新聞當中有列舉 有大的這個魚類 我們要特別注意到 其中像是白腹筋啦 還有黑猴竹甲魚 哇這幾個白腸都是台灣人很愛吃的 尤其像竹甲魚它的整個捕撈的數量 已經比往年少很多了 那麼沒有達到成熟的體長比例呢 更是高達了97% 而當中最嚴重的就是白腹筋了 它呢是達到了百分之百 而且它的數量呢是明顯的下降了 因此現在在整一個 這一個比如說魚 我們會不會越來越吃不到 甚至它的體長已經越來越回不去 好像只能越吃越小 那最後會不會就有可能 也都捕撈到的貨量已經不足夠我們吃了 我們接下來要怎麼辦 對因為現在整個海洋生態其實有面臨到 像是海溫升高這樣子的影響 它整個狀況除了這個身手體長沒有達到之外呢 可能會造成整個族群的崩解多樣性減少 因為其實因為海洋生態多樣性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會最後導致的就是整個生態的浩劫 這整個海洋的保育呢其實要越來越重視了 所以其實台灣的海洋保育法應該也要開始加速來進行這一塊的一個進程 已經推動 是沒有錯因為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很多次 海洋它的生態一旦被破壞掉之後 它是沒有辦法恢復的 所以說在海洋的這一塊真的要立刻的 而且是馬上的來積極對它做保護才行 也要從你我做起 就在今天日本政府正式的拍板D案 即將在兩天過後也就是24號正式的排放核廢水 這件事我不知道大家是怎麼想的喔 但是其實在日本國內他們的意見也非常分歧 尤其是福島周遭很多漁民還有相關的水產值的這些加工業者 就非常緊張認為說日本政府要有更多的說明 周日才前往福島核電廠視察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如今拍板福島核廢水排放工作 最快在8月24號本週四啟動 岸田是在與東電和漁業從業者會談後做出這個決定 儘管7月時日本已獲得國際原子能總署認證 完全安全評估 但還是有人不放心 人間的味道是百年長的數 但是在地球上看起來百年長的數字 這裡的地球是幾億年前所存在的 你不明白海的海的海 海是人類的 福島水產加工業者憂心忡忡 擔心產品受到影響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更在第一時間痛罵日本政府自私又不負責 日本政府無視國內外的反對呼聲 直立推進核燃水排海計劃 是極端自私和不負責任的 由於核廢水的問題 日前舉行的美日韓峰會上並沒有得到討論 南韓最大在野黨主席李在明 因此痛批隱喜悅表現失敗 先前南韓社會擔心核廢水恐怕污染海鹽 還爆發搶購潮 政府則希望透過擴大檢查讓民眾放心 遠行文綜合報導 為什麼日本政府選擇在這個時間點要排放核廢水呢 關鍵就是他們的儲存槽真的不夠放了 因為根據相關單位的統計調查發言說 最快在明年的2月到6月之間 他們所有的儲存槽就會滿意 所以在這個時間壓力之下 他們逼不得開始要做這樣子的決定 但是我們要來檢視他們的排放系統 到底有沒有做到位 根據兩年前的消息指出 其實當時日本政府提出了五種的排放計畫 最後入選的有兩種 一種就是把這個核廢水變成水蒸氣 排到大氣當中 但這個方法是非常難以監測 非常難以控制的 再來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最新的排放計畫 就是把川以外的放射物質 把稀釋再稀釋 而且不斷的過濾之後 稀釋100倍以上經由海裡的管道排放入海 當然這個消息或是這個做法 會讓大家覺得比較緊張的是 有沒有可能對我們的漁產造成影響呢 所以說周邊的國家才會這麼的緊張 而且為什麼大家發現說 64種的核放射物質獨獨川 大家是被排除的呢 因為其實以現在的技術來說 是並沒有辦法處理這種放射物質 而現在韓國也非常擔心 因為從相關的數據還有調查來看的話 這個相關的稀釋設備 在10年之內就有8次的故障 你能接受嗎 而且川對人體會有什麼樣的危害 我們先來聽聽專家的看法 就是川這個核種 因為它的特性跟氫是一樣的 那氫大家都知道是我們水 就是氫跟氧組成的嘛 那所以它在自然界 川在自然界中存在的方式 也像水一樣 那水呢它會很難 就是透過像這種過濾沉澱 就是一般我們做核種過濾的這種方式 來進化來處理它 那至於它的對人體的危害度呢 因為川它所釋放的這種放射性 它是一種叫Beta的這種放射線 那Beta射線呢 它是它放出的Beta射線 又是屬於能量就是蠻低的這種射線 然後它Beta射線它本身它的 就是射程很短 也就是它可以走的距離很短 所以只要比如說皮膚啦 或一張紙就可以很容易把它阻擋下來 那再加上因為川它在自然界中 形成的這個形式主要是跟水一樣 所以如果是進到身體內的這個川核種 它也會像水一樣 就是會透過代謝啦的方式 就排出體外 所以它是很容易跟環境中的這個水 達成一個平衡 那所以它不會在身體內有累積的狀況 那它的危害度呢 因為它的這個放出的是Beta 又是低能量的Beta射線 所以它的危害度呢 相較之下是蠻低的 所以一般來說是認為川對於人體的 這個危害度是屬於比較低微的狀況 好我也聽過一個形容喔 就是說這個川它對人體的危害 很像這個輻射射線 輕輕的掃過滑過你的皮膚這樣的程度 不過我不知道大家對於放射物質 即使是這樣的形容 你還會認為它是安全的嗎 那我們來看到 其實如果這個日本排放川廢水的話 什麼時候會影響到台灣 專家預估 根據元能會的說法喔 是在一到兩年之內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從它的模擬擴散來說 它會沿著北太平洋的洋流 往東流流到了美國西岸 約莫在一到兩年之內呢 才會影響到我們台灣 但是呢 元能會的說法是說 即使這個相關的川廢水 已經來到台灣附近 但是它的這個相關的劑量 還是小於背景的容許值 等於說對台灣 他們認為說是沒有太多直接影響的 但我們還是要來看到整個台灣 到底這件事情上 有什麼樣應對措施喔 以相關的這個計畫來說 對台灣有什麼影響 尤其是農漁業 我們說的漁業部分 當然會讓大家比較緊張 我們台灣的這個四套配套措施是什麼 第一個 會有預測 還有後續的採樣工作 在第二段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會強化監測 原本台灣附近沿岸只有33個檢測點 但未來會增加到107個點 還有呢 就是預報的部分了 未來7天的濃度 他們會遲遲的監測 如果發現有問題的話 會趕快告訴大家 這個漁產可能有問題 千萬不要吃 而且在這個原能會的官網上 他們也會有預警燈號 大家到時候都可以上網去看 不過我們要來看到 以原能會的說法來說 約到一到兩年之後 台灣附近才會增加些許的穿濃度 而且呢 還是在背景值的容許之下 但是中研院的這個研究員 就告訴大家了 你預測四年之後 這個相關的穿放射性的元素抵到到台灣附近 太過樂觀了 因為對漁場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大的影響 實際觀察之後 結果會比模擬的來快 現在大家最擔心的是什麼魚呢 是秋刀魚 因為我們台灣的這個漁船 會去捕秋刀魚的漁場 距離福島是非常接近的 針對漁場這個部分 原能會又是怎麼看的呢 我們一起來聽一下他的說法 原能會在台灣周圍海域已經有佈了107個監測點 那都會定期的去做海水的一個取樣分析 那在秋刀魚場呢 也會就是漁業署這邊也有協助 就是請漁船在捕魚的時候 也會去吸回當地就是秋刀魚場這邊的海水 那相關的一些監測資訊呢 其實在原能會官網有一個寒川廢水磚區 這個廢水磚區連進去呢 就可以看到就是最新的一個監測的結果 那包括這個海水的監測結果 以及漁產的監測結果 也都可以連到漁業署的網站 去看相關的一個結果 漁生活環境是海水種嘛 所以我們其實除了做漁產 也做海水的一個監測 那並且在搭配這個預報作業 所以他不是只有做漁產的監測 那我們連他環境的海水的樣本 也都是有在做定期的這個監測 那預報也是 那預報之所以要預報就是希望能夠提早 提早知道有可能的影響 所以如果預報有出現這種數值 可能有偏高的狀況 或者是海水的監測 或者是過去的漁產監測 有發現有這種數值 有上升的這種趨勢 那政府這邊也都會 就是透過跨部會合作 去啟動一些因應的措施 所以會盡早的提早開始做因應 接着 開始